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也有可能是训练吧 导致得了一种病 强制性脊柱炎 反正这两年 什么 强制性脊柱炎 强制性脊柱炎 对 跟张嘉义是一样的 是 是 是 很痛苦啊 这个病啊 要用热水去淋啊 那种很痛苦 那你这有一位病友啊 杨石头跟你是一样的 你还好一点 石头的腰已经弯了 因为我现在用那个生物之计 这两年 一年 这一年多 比较控制到比较好一点 除了这个事之外 家里还有什么事啊 家里就是 之前本来在当地属于一个中等家庭 现在用这个病害的 现在可以说 现在接到 现在已经负债几十万 包括我妈 现在就是看我这个病的情况吧 也受了很多惊 我爸他上班那里只有五十五岁 可以就可以已经不要他了 我爸因为现在已经 对我说他不敢离职 因为一离职的话 可以都 因为已经没有这份工作了 因为家里的收入 全后他一个 今年我妈也不小心 孩子就有紧急住院了 当时 真的是从那 医生让我去交住院费 三千块钱住院后 我当时真的 都没拿得出来 当时那种都感觉到 一种无力的状态 还是庆幸 我身边有很多的好心人吧 包括我在 对国家的水利筒 当时帮我 我也因为 宽过我当时的一时之急 给我债友 也一直在我债友那里 拿了很多钱 那天实在没办法 给我债友再次打个电话 轻话一说 我债友二话没说 你先给你拿五千块钱 你先用 不够了你再说 到最后他父亲 他父亲做手术 他都没跟我说 我真的是 很感谢我身边 那些帮助我 帮助我的人 当然我真的能挺过来 真的 你让你重回信心 真的很感谢他们 你媳妇儿现在有收入吗 我媳妇儿在工厂打工一个月 也就四千多吧 江苏那边 感情还好吧 感情 就那样吧 因为现在 家人这种情况 他也看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吧 所以现在 也都在闹地空 当然了 人如果是因为经济状况的话 他选择走也是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在于你想跟你的妻子说什么 今天你要找工作 说明你还是有想挽回的想法 你想对他说什么 媳妇儿 我知道这两年让你 真的 你很不公 包括我这两年讨在家里 你一直给孩子每个月给钱 家的生活费也是你 你的支出 真的很感谢你 我希望我现在是得能考 我希望我现在是得能考 越来越来越来越зв这种 排的 能不能 这一点 白 可以 终身相伴 那就跟他和谐相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自己 不给别人添负担 不给别人添麻烦 夫人她也陪伴你那么久了 如果今天人家有另外的选择 好好地说一份感谢 让人放松 不要成为拖累 第三件事 既然要挣钱的部分 要先值钱 你好好地在这个舞台上 把这个专业强项 说得够强 别像大舌头似的 争取了自己的机会 放心 我觉得但凡有这个病的人 都会有一个持久和坚韧的灵魂 总会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好 那我